今天...今天是隔離的最後一天,10月5號 今天的晚上12點就可以出門了,隔離結束 Peace 狗狗跟狗狗相依為命 我們都看著這個門 想了這個...想了...跨過這道門很久了 我們兩個隻 我們兩個小仔 這兩天挺無聊的,所以就有看那個...花木蘭 沒有錯,其實花木蘭這部電影是我一直期待很久很久的一部電影 然後...我有去刻意避免掉一些不好的評論啊 或是對他的評價之類的,我有去避免掉 以最中立的這種心情來去看花木蘭這部電影 今天的話就想來帶大家...想給大家一些...看花木蘭的一些...我的心得這樣 其實我覺得花木蘭這部適算...還可以 我還很細心地把花木蘭的那個...對我對這部電影的評價... 我還很細心地把它打下來 還沒有看過花木蘭的朋友,我建議你們可以先去看一下 你再決定要不要來看這個評價 因為我也是先避免掉所有的評價和他的評論 我先看完電影我才來看評價的 會有比較自己去解讀這部電影的方式 所以如果還沒看,先去看 再來看評價 首先呢,我覺得他有幾個失誤喔 就是導演的失誤,再來劇本的失誤 還有迪士尼的失誤 再來就是觀眾對他這部電影的期待 這是我覺得他主要的一個四大缺點 我看完這部之後的評價 那他的優點的地方我是覺得也還蠻不錯的 我覺得他優點的地方如果你不要這麼... 就不要這麼苛刻的話,我覺得這部電影是真的還蠻不錯的 OK,首先第一個就是導演的失誤 導演的失誤在哪裡? 就是導演他沒有更好的去研究整個細細的研究整個歷史喔 因為木蘭茲他是在北方的故事 他在寫北方女孩的一個故事 所以我覺得他這是一個很大的失誤 因為土樓的出現 土樓的話應該是在福建那邊 不應該是在北方的故事 所以這個... 因為土樓確實是可以很好的去表達到中國文化的一個東西 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不要那麼刻意去再針對這件事情的話 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這次導演的失誤就是他沒有細細的去研究這個歷史 但是我覺得這個問題不大 因為如果真的要完全照著歷史去拍的話 感覺就不會那麼合家歡樂了 因為再怎麼說這是一部迪士尼的電影 迪士尼的電影他一定要盡可能去抓到一大範圍的年齡層 從最小的去抓到最大的都要 他沒有辦法說 我就只針對一個年齡層去做 他這樣限制會太多了 也確實就是因為迪士尼的原因還有 這部電影給導演的限制是真的很苛刻 對於這部電影來說 然後再來他是以比較科幻的方式去拍攝 就我剛才說的 他必須去涵蓋更大的年齡層 他為了去讓小朋友看起來覺得更有故事感 會不會更好玩 或更新奇一點 所以他會比較有點科幻的意思 這我也覺得是情有可原的 你按照這個方式去思維的話 這部電影我一開始在看的時候 我第一個感覺就是 我以為我在看那個功夫熊貓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是迪士尼的動漫嗎 反正就是那隻熊貓 然後就是功夫熊貓這樣 那劇本的失誤失誤在哪裡 就是他的劇本實在是太Cliché了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Cliché是什麼意思喔 就是太... 太把觀眾當白癡了啦 就是反而觀眾就是我一看 我就可以知道下一幕要發生什麼事了 而且發生的事都是你預期中的那些事情 就是你預想得到的那些事情 就是那些電影啊電視劇啊 都是這樣拍的那種感覺 你就會覺得沒什麼看頭這樣 再來一個很大的失誤 我覺得就是他的剪輯節奏 他前面的節奏放太快了 我覺得他沒有很好的表達到 他整一個角色的氛圍 沒有讓觀眾進入角色 就開始在各種打仗之類的 我就覺得這個是他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失誤 沒有辦法讓觀眾更感同身受 這個是他最大的失誤 如果他這件事情有做好的話 就是把節奏把控得更好一點的話 我覺得他的票房不至於到這樣 他的評分也不至於這麼糟 他起碼可以去很好的感動到人 然後再來的話 迪士尼的失誤啊 就是為什麼沒有唱歌 這不是迪士尼的電影嗎 我要的音樂劇呢 他的動畫片我是真的真的很喜歡 而且他的那些唱歌的部分啊 就是以前他動漫動畫版喔 我是只要一聽到的歌 我就有點那種動容的感覺 會有點被touching到的那種感覺 我以前看他動畫片是真的一直哭 一直被感動到 再來第四點呢 我覺得是大家對這部電影的期待 像我 我就其中之一 我是期待到不行 因為確實你要用真人版去演繹以前動畫版的那種精緻精湛 還有那種動容 是真的有很大的挑戰性的 很難的 非常非常難 好比說木須 這次沒有木須嘛 但我覺得以前有木須就非常完美 那這次用一個鳳凰去替代 我覺得也是有點失誤啦 我蠻期待木須的出現 就是有歡喜 有感動 這樣情緒會比較豐富一點 好那缺點講完了 我們來說說 我最喜歡的地方 我覺得他的優點喔 我覺得這次的拍攝是 對迪士尼來說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挑戰 我覺得他把它拍成這樣 然後要去符合整個年齡層的觀眾 我覺得這次迪士尼已經做得真的不錯了 因為這個真的有很大很大的難度 要去把它拍好這樣 對於他們 對於這個華木蘭來說 因為你要一個外國人去瞭解我們中國人這種 五千多年的這種傳承下來的歷史和思想 真的對他們來說太難了 他們真的太難了解說我們整個傳承下來的儒教啊 儒家啊 儒家思想啊 孟子莊子啊 什麼這些 對他們來說真的太難了 所以我覺得他們這次去嘗試去更了解說我們中國的文化啊 之類的這種地獄 他們有盡力了 能感受到他們盡力了 再來我一個很喜歡的就是他們的構圖和色彩的搭配 其實他們有些畫面的構圖是真的真的很好看 很驚人的 我覺得他們是有點在參考末代皇帝 但是確實沒有辦法真的到那個直徑城去拍嘛 所以他們用CG後期去做合成 然後去盡可能做出這樣的畫面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不錯的 也很值得學習的一個地方 他們整個構圖啊之類的光影的控制 perfect 就是我覺得導演確實有把這個故事很好的呈現出來啦 就是我看完電影的時候 我可以知道說這位導演想要表達的是笑這個字 但是 對 我覺得他可以用更暗喻更隱喻的方式去傳達 而不是這麼刻意 再來最後喔 就是如果大家以一種比較輕鬆的心態去看這部電影的話 其實 我覺得這部電影是一部蠻不錯的一部電影 嘖 我覺得是已經很不錯了 說實在的 那大家下一次看 就是後面如果有機會看的話 希望大家可以去放輕鬆心態 再去看一次 我覺得這部電影會給你蠻不錯的一些反饋 OK 那明天就出關了 明天放風了 帶大家去看台北 see ya bye bye 那我覺得最大的失誤就是為什麼我沒有唱歌 我好想聽他唱歌喔 男子韓心動快速向哪 江河團吉 那多好聽啊 對不對